再看到今年因为国内外金融市场表现浪眼 有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操盘的劳动基金 截至10月的投资收益数已达2300多亿元 让劳退新制个人的账户也跟着大进账 小新内容我们连线给记者薛宇珊 好 这个岁末年终到了 劳工们也有大红包可以领了 因为攸关千万劳工劳本的劳退新制基金的收益数 是高达1200亿 收益率有7.12% 如果以目前统计117万个劳退新制的账户来计算的话 那么每位劳工的荷包就多了11184块钱 那么要是后续两个月也有收益进账的话 预估新制的劳工全年渴望是赚得更多 那么能让劳工们口袋卖可卖可 就是因为今年的景气温和复苏 那么整体的金融市场表现其实还不错 以及全球的制造业及贸易活动的进去活络 亚洲经济体的成长率大多都有于去年 因此劳动基金目前投资的收益表现还蛮亮眼的 那么劳动基金整体的收益数 不仅创下政府操盘以来的新高 收益率也是金融海啸以来最高的 因此劳保局就强调说 其实这个实际的分配数 会是账户余额高低有所不同 那么实际全年的收益数字呢 还要等到明年二月统计出炉之后 才会是最精确的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